听好了别认了啊 听好了就到白菜 燕郊进不去 对燕郊尝了进不去 就到白菜 听好了就到白菜 2021年1月13日起 燕郊进京公交全部停运 恢复时间待定 这是我买了最贵的一颗大白菜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就知道 5块9亿斤 这一颗白菜算下来是20多块钱 你没拿多少钱 分件两件 直接菜价就涨了 我们还没有买完 菜价就直接标准了 已经自己换菜价 告诉我 现在就已经开始涨价了 火车站 现在有核酸证明的出不去了 随话火车 有核酸证明的也出不去了 现在有核酸证明的也出不去了 随话火车 现在不允许任何人 通过火车了 完了全部封城了 不能继续画了 这么两分钟 谁还进不去了 那咋整啊 安达大清过不去回不来 进去就要核酸都不让走了 传递物品也不允许啊 安达走到这就过不去了 不用了 打进去了 不用了 打进去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希望大家 咱们提前做好准备工作 今天就不要来了 来了就进不去 从今天开始 咱们狼黄市进行全员合担检测 确诊了 确诊了 已经是确诊了 没问题了 往处拉人呀 现在就开始往处拉人了 拉人准备一下 目前疫情严重的河北省已宣布延后召开人大及政协会议 预定1月27号召开两会的广东省也确定延后 去年疫情爆发地湖北省目前仅决定1月下旬在武汉召开 但具体时间未定 外界认为 在疫情压力下 今年多个省的两会均会延后 甚至可能取消 黑龙江省随话是望奎县市民在严寒中排队等待核酸检测 望奎县虽然封城 但是短短两天 疫情已经扩散到黑龙江 吉林 山东三省 隋化 哈尔滨 奇奇哈尔 伊春 牡丹江 长春 通化 危害八个城市都发现关联并低 安心能进来回不去 市场都关了 因为他那个有一个那个感染的他已经上过市场 然后又上过那个舞蹈学院 然后又就是他留着挺多地方呢 跟他接触的人都得隔离 从河北石家庄小果庄村开始 许多地方的疫情首先在农村爆发 迅速扩散 关键那个囤子吧 他们不像咱们接礼啥的 不创门的啥 就上班三点一线的 他们是就是家家户户 他们互相都窜门 接触的人就特别多 一个人得兵几乎半辣囤子都在招养 然后他们离我们这个区里特别近 不少的都在这个区里陪孩子 上学的 补课的 都在区里来回流动 吉林省最近通报5例感染者 都曾经搭乘1月5日 从黑龙江加姆斯开往北京的列车 坐在同一车厢前后排附近的座位 目前集训同班列车旅客 中共国家卫健委13日承认 各地疫情持续时间长 涉及范围广 传播速度快 患者年龄大 农村比例高 有些地方出现社区传播 及多代传播的现象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 政党影响 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 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寓教于乐 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定报专线 0800-566-688 大纪元时报 大纪元时报